我這邊大概就列了五個啦 不過你們大概就是自己在 針對自己有做的練習 因為一次假設五個影片分散在其他地方 如果要知道在哪裡其實不方便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建一個播放清單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有很多段影片 你要把它變成一段一個影片 就是算是一個群組的話 那其實就是所謂的播放清單 那播放清單它好處就是說它不用合併 但是又可以有合併之後的效果 有沒有 它其實類似就像把它通通放在那邊 你要看你就可以分段看 這個播放清單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你不見得一定要合併嘛 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把需要的這些放在一起就可以 那見播放清單我們之前有講過啦 所以你播放清單新建之後 再把影片放進來 就是剛剛的練習 所以第一個 將來你就把你練習的結果的 這上面的網址複製 那待會就把它貼到LINE裡面 那當然我也講一下LINE群組在哪裡 你就貼上去 然後呢 讓我知道你有交作業 這樣就OK了 至少我們上課 你就是有把它練習完了 那第一個是這樣 第二個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如果要做什麼 做字幕 那字幕部分我早上有講過 其實這個字幕 就是類似我這邊底下有字幕的練習 就類似像這樣 那它的那個影片的右下角 如果你有按下它 它會出現 這個是字幕 如果你想要跟別人不一樣 你就要放得更沒有 不過特別重要 這個字幕 因為我們有剪輯過 所以剪輯之後 你要把字幕再放在正確的位置 其實就有點 可能又要重新再去找它的頭尾 要重新 所以理論上 這個是我重新再加上去的 那只是說YouTube的功能 裡面要怎麼加字幕 OK 那所以我們剪輯過之後的影片 沒有字幕 那你要怎麼樣 把字幕放上去 所以接下來我要講一下 比如我這邊有個剪輯之後的這一段好了 那現在播放的話 理論上應該把它點擊 理論上應該就沒有那個字幕 這邊沒有字幕 因為我重新把它剪輯過了 它字幕不會那麼厲害 還會幫你剪輯 除非說怎麼樣 你合併 所以 如果你以後要把字幕跟影片合併 跟著走的話 前提就是合併 早上講的 那目前我們練習是沒有合併 沒有合併 那沒有合併怎麼辦 你就要自己把它再變出來 那我現在只是教各位說 如果影片本身沒有字幕 你要如何加 那因為剛好那個時候 那個 YouTube提供一個功能 我覺得還不錯 這所謂的字幕功能 這個字幕功能 我相信它應該會更好 它也是本來沒有這個功能 後來加了 然後加了又更多更多 就跟那個馬賽克效果一樣 本來也沒有 然後就加加 因為加越多 OK 那第一個 你點進來之後 他會問你說 你這個影片的主要語言是什麼 那當然我就選中文的 台灣 然後呢 設定那個語言之後 你就進到這個畫面裡面來 那這個地方 它會出現所謂的那個 新增字幕 新增字幕 那新增字幕之後的話 你就點一下 因為我設定完之後 再來我這個畫面沒有字幕 我要加上去 那要怎麼加 接下來按新增字幕 我要加的是中文 台灣這個 它會跟你講 我提供幾個方式給你 你是要上傳檔案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有SRT 這個影片SRT 你可以做好傳上去 不過目前有嗎 目前沒有 OK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 建立新字幕 那所謂建立新字幕的話呢 就是呢 我們可以在他講者講完 不過這個建立新字幕流程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建立新字幕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那要怎麼用這一個功能 加新字幕 進來之後呢 它是不會馬上播放 那我特別注意喔 它有個tempo 那個tempo是 播一句 打一句 播一句 打一句喔 所以其實還蠻機械化的 怎麼做 我們跟各位講 第一個喔 先聽到第一句 這邊輸入 輸入 請在這裡輸入字幕 我們先播一段 先播一段 我們從這邊好了 因為你會發現 它其實這邊也會有上面的那個音 有沒有 它那個音波會出現 那我們乾脆從這邊出現好了 從這邊開始出現 你就要懂得更沒有 好 停一下 你就要懂得 我覺得加字幕真的有點麻煩 聽一段對不對 暫停 你就要跟沒有借東西 好了 Enter Enter之後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你按Enter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出現 這個一個音 這個地方 不過理論上應該它要從播放到結束的這個寬度 然後再來的話 下一 不過理論應該這邊它已經幫你 已經增加了 它已經幫你切割了好幾段 有沒有發現 所以呢 你可以怎麼樣呢 播一段 假設它播到這一段 你就把這個音軌這邊打上去 音軌打上去 所以它已經幫你切了 剩下就是怎麼樣 你把這一段聽一下 有沒有 所以一樣 非常機械化的 你的產品 沒有什麼 這樣子 這一段 有沒有發現 它現在就幫你加在這裡了 頭尾 然後再來 下一段 所以下一段就輸入到這裡 好 假設這裡 你的服務沒什麼 OK 好 一遲了一推 我就大概差不多了 應該知道意思了 也就是說 哪一句到哪一句 應該是放什麼 哪一句到哪一句放什麼 它會有一個開始告訴你 有沒有 所以你就 假設你現在移動到這裡 它會從這邊播 從這邊 它會從這邊播 你就播一下 再把你聽到的打上去 不過其實我覺得這一應該還可以更好 為什麼它不能自動幫你辨識它講什麼 自動填上去就好了嗎 對不對 顯見這個應該還有功能 不過我想YouTube它應該還是預留伏筆 因為如果這個功能已經有的話 它後面可能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賣了 對不對 沒有噱頭了 所以也許我在想 不過我還是等很久了 它一直還是沒有這個功能出現 沒有這個功能出現的前提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要還是要花一點時間自己做 不過我想已經算簡單了 撥打撥打 OK 那這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再移到前面來看一下 有沒有 從這邊開始 我們就要懂得更美的進行 去問你的產品 你的服務 有沒有 有沒有 已經有三段了 demo一下 那請各位 第四 最後做完的話 請各位把它再一樣 做一個儲存好了 儲存的話 它就會存在那個剪輯 我是用剪輯這一個 把它儲存一下 它就會怎麼樣呢 幫你把那個SRT 放在這一個 我們剪輯之後的字幕裡面 所以以後 如果你把這個影片下載的時候 一樣會有個影片 一樣會有個SRT 它下載的話 兩個都會下載 當然它裡面好像有一個功能 有個什麼 可以把它下載的功能吧 好像這邊 點擊進來 我記得它有一個可以下載SRT的檔案 它可以個別下載 不過我想 這個功能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 另外還有所謂的那個什麼 社群翻譯功能 這個所謂的社群翻譯功能 就是我講的 也就是如果你這個影片 你希望找人家幫你翻譯 你可以把這個關閉變成開啟 然後就會在那個社群裡面看到 我需要有人幫我翻譯 會不會有人真的每天幫你做翻譯呢 也說不定可能 那除了這個練習之外 如果你做完之後 我剛剛講過 你也可以練習 比如說上個禮拜 我們那個影片裡面 像我們這個影片上次講的 這些有十個影片 如果動作快一點的同學 如果希望能夠幫我翻譯的話 你可以找一個影片 那問題是你要怎麼幫我翻譯呢 我用另外的帳號 這個Google帳號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進來的影片 請你在信來之後 這個是新功能 我之前沒有看到這個功能 在最右影片的這個右邊這邊 會有一個三點 三點意思是隱藏功能 不是叫你檢舉 整體都害我的頻道被關掉了 OK 然後你要記得什麼 新增翻譯有沒有 就是這個功能 其實說真的 我也還沒試過 因為這是新功能 沒有的這個 我也不知道 這按下去的話 不過剛剛看了一下 好像跟剛剛蠻像的 一樣進來會問你是哪一種語言 一樣是中文 然後一樣呢 他已經幫你把那個 你要輸入的這一些 每一段每一段都幫你切好了 所以呢 你這一段是什麼 你就可以先撥一下 自打上去 這一段是什麼呢 撥一下打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他已經幫你切割好了 所以你有點像什麼 一個蘿蔔一個坑 幫你一直填填填 填空題 填到哪裡呢 填到最後面 就結束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的影片上面就會有字幕了 而且提供協力翻譯 你就把它按送出 希望大家一起同心協力 這樣以後我的影片上面就會有翻譯 也有字幕出來了 所以其實YouTube這個功能還蠻棒的 就是能夠提供影片 提供影片 有力出 有錢出錢 有能力的就上傳影片 有能力打字幕就幫忙打字幕 讓影片更加完備 所以請各位這個地方 如果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幫別人 比如說我的影片 或者你到我那個YouTube頻道上面 一定有很多影片 那如果有看到沒有字幕的話 你就把它點擊進來 記得是在這一個 有沒有這個地方 的新增翻譯就可以了 新增翻譯跳進去 看到的跟我們剛剛那個畫面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一樣先選那個語言 然後再一格一格的去填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其實不難啦 只是說你可能要熟悉它那個方法 就是先切到強化裡面 或者直接從字幕裡面進去 然後就是先建立那個 先建立那個一個新的字幕 試試看 然後它一定是先點一下 它位置會從那邊開 你就聽一下 這一段是什麼 聽完之後就字打上去 下面一個聽完就打上去 聽完打上去 那一個一個往下 全部的字幕呢 就全部完成了 所以以後呢 如果假設是你的影片的話 你也可以有字幕 其實我發現 有字幕跟沒字幕 其實就是有個落差 那YouTuber你會發現 只要那個收入很高的YouTuber 幾乎都有字幕 好沒字幕的感覺就low掉了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成為 你們將來發布的 在公務上的影片 我想如果你能夠再加上字幕 這感覺也會比較貼心 民眾看了也會覺得 哇你這個很用心 還加上字幕 特別專門找人來翻 來做那個字幕 還有字幕有一個最大優點 就是如果你打上去 它如果別的國家 國外的人 他即便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但是他可以透過翻譯功能 也可以翻譯成全世界 172國家的語言 比如他可能懂那個英文 沒關係 你把字幕翻成英文 他以為聽你講聽不懂 沒關係 你有字幕 馬上翻譯成他當地的語言 馬上他也可以知道說你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覺得 字幕當然不只是字幕 可能跟我覺得YouTube在 跟那個翻譯連結上面 會有比較大的效用 所以這個最大儘量還是要熟悉他 然後呢還是要多多練習 所以如果你缺乏範例的話 我的頻道上面每一個影片 你都可以試試看新增翻譯吧 我希望以後會不會多講一些這方面課程 以後上課的時候 就請同學我們來交作業了 作業就是任選 請認領我的影片上面 再幫我加這個字幕上去 那試試看喔 好